男孩只是转头看了下机场屏幕 惊恐地发现所有航班全部取消 唯独自己所乘坐的航班正常起飞 更离谱的是 航班的起飞时间刚好是自己的生日 就在他上厕所时 又听到机场新切换的歌 内容刚好与飞机失事有关 这一切是巧合还是在预示着什么呢 男孩的心里莫名的恐慌 正当他犹豫要不要登机时 就被同班同学推了上去 一进入机舱 那种强烈的紧张感就越来越强烈 这让杰克更加的坐立不安 就在这时 两个同学走过来跟杰克互换位置 碍于面子艾克只能答应 可当他换到新位置上时 座位前的餐桌突然掉落了下来 他本想复原 却发现桌子上的扭扣已经坏了 杰克本想呼叫乘务员 奈何飞机已经起飞 随着飞机缓缓升入空中 周围的同学们都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 唯独杰克绷紧了神经 突然飞机产生了一阵颠簸 但没过多久就平息了 杰克长舒了一口气 觉得肯定是自己太过紧张了 可是下一秒 飞机再次剧烈地晃动起来 灯光不停地闪烁 众人被吓得惊慌失措 行李架上的背包也全部散落下来 同时氧气面罩也掉了下来 可突然间 飞机的应急出口竟直接开了一个大洞 一旁的乘客被连人带椅刮了下去 紧接着 整架飞机发生了爆炸 杰克被这扑面而来的灼烧感惊醒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只是个梦 可奇怪的是 此时刚好那两个同学来找自己换位置 杰克来不及多想 立即冲到前面检查参注按钮 果然和自己梦里发生的一幕一样 死亡的恐惧瞬间冲进大马 杰克的情绪变得异常的激动 大喊着飞机就快要爆炸了 大壮见杰克要毁了他们的旅程 站起身来跟他扭打在了一起 机长将几个闹事的同学赶下了飞机 女老师再三请求登机 却被机长言辞拒绝了 老师只好留下来陪同学们乘坐下一班飞机 后机室内 大壮等人还在责怪杰克 就因为他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噩梦 就延迟了大家的行程 就在两人争吵不休时 飞机已经起飞了 突然一声巨响 飞机果真发生了爆炸 后机室的玻璃也被震碎 幸存的几人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杰克 就好像他是魔鬼一样 虽然调查局对于杰克的预言觉得很荒诞 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 他们只能将几人送回了家 然而死神的名单已经送达 躲得过一截却躲不过下一截 男孩正在上厕所 身后的水管突然开始滴水 渐渐地形成了一股水流 而男孩对此全然不知 还自顾自地刮起了胡子 水流很快就追到了他的脚下 此时男孩刚好转身收衣服 完美地躲了过去 可就在他收到最后一件时 水流已经追到了他的脚下 男孩脚下一滑 他本能地朝旁边抓去 刚好碰掉了挂衣服的铁丝和沐浴露 铁丝牢牢地在男孩脖子上缠绕了几圈 由于沐浴露撒在了浴缸里 男孩迟迟找不到支撑点 没过多久 他便窒息而死 而此时地上的水流 静鬼一般地消失不见了 等杰克赶来的时候 警察已经在收拾现场了 就在刚刚 他在家预感到了好友会有危险 便连夜匆匆赶来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杰克的心里有种强烈的预感 这件事一定还没有结束 第二天他就找到同学丽莎 他是幸存的人里唯一相信他的 正在两人交谈时 一辆公交车让杰克产生了预感 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下 就在这时 大壮路过了这里 他本就不相信杰克能够预见未来 认为那只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一旁的女友都看不下去了 人家好歹就了你一命 你不感谢就算了还诋毁别人 可是下一秒 在场的几人瞬间惊呆了 杰克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预感没有错 侥幸逃生的人都会死去 只是现在不知道死亡的顺序罢 他看着新闻里播报飞机爆炸的事故 看到爆炸顺序的途径方向 他突然发现 这恰好对应了每个人的位置 根据走向 下一个死亡的人就是女老师 然而此时的女老师还在打电话 他透过窗帘看到了在外徘徊的杰克 他认为杰克就是个扫把星 有他在的地方就有人死去 索性就打电话报警 直到警察将杰克带走 老师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他接了一壶水放在煤气灶上 然后随手将毛巾扔在了刀架上 记住这张毛巾 待会要烤 老师将烧开的水盗入杯中 却被水杯上的图案吓了一条 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 老师特意拿出一瓶洋酒 还往杯子里加了两块冰块 在冷热胶体下 杯子悄然裂开了一道口子 然而老师却并没有发现这一切 走一路撒一路 当他走到电脑前拿东西时 酒水也滴落进了电脑里 很快电脑就发生短路冒起了浓烟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蝴蝶巾 警察这边也拿捷克没有办法 只能将他放了 等捷克匆匆赶到老师家时 一切都为时已晚 如果你能预知自己的死亡 你会做出行动来改变他吗 在同学和老师接二连三的死去后 大壮等人终于心慌了 他们找到捷克 想要知道下一个死亡名单 在捷克的推算下 下一个死亡的人正是大壮 既然都逃不过一死 大壮所幸直接面对 加大油门开始狂飙 将车停到了一处火车轨道上 看着急迟而来的火车 众人纷纷跳车逃跑 唯独大壮坐在车内等待死神的降临 捷克劝他不要消极 此时的大壮已经开始后悔了 当他想启动汽车时 却发现油门怎么也打不开了 一旁的门也突然自动反锁 就连安全带也不例外 捷克见壮急忙上前帮忙 千军一发之际 捷克将大壮从车内拖拽了出来 大壮成为了第一个逃脱死神的人 但火车下蠢蠢欲动的铁皮告诉我 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果然 在另一位男同学靠近火车对侧下一秒 就被飞来的铁皮割断了脑袋 捷克终于明白了死亡的规律 如果插手了死亡设计 则会跳过此人落到下一个人的身上 然而下一个就要轮到捷克了 捷克之后便是丽莎 他们不能再坐以待毙 捷克在死神来临前将自己关进了一个木屋 将所有的危险物品收了起来 还用胶布将坚硬的东西包了起来 为了防止煤气中毒或者爆炸 捷克都只能吃素食罐头 然而直到晚上 死神也并没有动手 看着报纸上两个同学的遗照 捷克突然想起 他此时的位置是跟这两个女生换过了的 按照原定的排序 下一个死亡的人应该是丽莎 意识到这点的捷克急忙赶往丽莎家 此时一道闪电劈倒了丽莎家门前的电烂 强电压的电线在院子中央跳舞 随时都能摔倒屋内将丽莎垫死 丽莎为了就被困在院中的爱犬 险些被电线击中 好在他反应迅速 他急忙跑到车库内 想要开车逃离这里 谁知一根铁棍从房梁上掉下来 死死地卡住了丽莎的车子 直至油箱被顶破丽莎才倒了出来 可这时油门突然熄火 电线也摔在了丽莎的车上 此时捷克也刚好赶来 他让丽莎不要慌张 汽车轮胎不会倒电 可没想到电线却将一旁的油桶击倒 火被引到了丽莎的车里 眼看汽车即将爆炸 捷克徒手拿起车上的电线 让丽莎从车上跳了下来 油箱爆炸 捷克被弹飞了出去 好在并没有生命危险 半年后 劫后余生的三人再次聚集在一起 但捷克的心里一直有个疑惑 大壮和丽莎都被干预逃过了一劫 可问题是 他的死亡还没有人插手 就在这时 捷克的预感再次涌上心头 他急匆匆地想要离开着 没想到意外就此发生 这次大壮就了捷克 然而死亡的循环并没有结束